請問 請問 10秒鐘後即將登入地球 快拿起手機下載全新飛碟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我們歡迎星星王子 哈囉大家好 大家好 星王子 今天這個不好意思 連續三天假期 勞工朋友們放假 你還要從高雄上來陪我們聊天 你今天早上也是 開車的時候覺得哇怎麼那麼好開啊 你今天開車來 沒有開車到那個高鐵站 然後平常都是7點出門 然後呢 要搭7.55那班 然後7點出門 哇每天都塞得要死 每次出門都塞得要死 結果就是 怎麼那麼快就到路口了 怎麼那麼容易 然後想 放假了 但我們其實對於放假很無感 因為我們沒有 平常都在放假 我們沒有在 對啊 他過比較爽 我沒有 我是比較苦的那種 就是 always在上班 所以沒有趕 有兩種人對放假無感 一種就是過得很爽 像星王子 哪有 一種就是過得很悲苦 像我 好所以呢 很快 今天4月30後 明天就5月1號了 馬上就要進入5月份 是的 5月份我們要來做這個 12星座的分析 解析之前 當然還是要看一下大環境的狀況 對不對 OK 因為5月份呢 有兩個星象 比較特別是 三個應該算是三個 第一個是沐星要進到雙魚座了 沐星近年的運行很快 因為通常一般來說沐星會 一年大概在一個星座的範圍跑 但是今年很奇特是 它在5月14號的時候 早上台灣時間早上6點35分 就進到了雙魚座了 所以很快從去年的12月底 馬上就進到了水瓶座之後 然後在5月中就進到雙魚座了 然後一直到 因為它開始進去之後 就會出現逆行現象 只會進到雙魚座大概兩度左右 那雙魚座零度到兩度 所以只有三度 所以只有三度 所以只有三度的人被影響到 那其他還沒有被影響 所以有些可能有些 新的專家就開始跟你講說 進入雙魚座 所以雙魚座應該會不會影響 什麼什麼沒有 那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古典詹心可能這麼認為 但是現在詹心也不會這麼看 那所以進到了雙魚座之後 會在大概 7月28號之後再回到水瓶座 它會逆行回來 再回到水瓶座 然後在水瓶座會再到23度之後 再順行回去 所以到12月底之後 才會再進到雙魚座 12月左右的時候 11月底還是12月 反正就是這個時間會有一定的狀況 那在10月 10月18沒有 10月18號順行之後 到12月 其實沒關係 到1月啦 1月才開始 你只要告訴我們 它是好還是不好又好了 它是沒有什麼好不好 因為它是正常的現象 那你花那麼多時間講它幹嘛啦 因為有很多人都講了很多 看起來讓別人覺得很可怕的資訊 如果不講好像我很遜 可是我講的告訴你 講的告訴你 就告訴你這其實沒什麼 不用想太多 我只是跟你講都沒事 不要太慌亂好不好 應該是說 可是現在我覺得很多 就是很多 都會講都是 你看土心要逆行 好可怕 土心逆行好好喔 因為土心逆行是凶心逆行 對 凶心逆行就是它往後退 一個要打你的人往後退 多好啊 可是因為我們搞不清楚 什麼心事急 什麼時候急 我們最常被 因為我們一開始被灌輸的 就是水心逆行是不好的 所以大家就會覺得只要有心逆行都不好 對 那你要不要趁這個機會 跟大家說一下哪些心 哪些心是好的 哪些心是凶心 所以當然急心逆行是不好的 對不對 好 凶心逆行是好的 急心的話呢 就是金心跟木心是急心 那急心逆行的話呢 譬如說木心來看 木心逆行就是道行逆施 譬如說木心逆行 道行逆施是大環境 叫大家注意自己的道德行為 那有些道德行為不好的人 就會被發現他的手腳 卡住就被發現 那去年的那個豬羊變色 是在那個這個時間嗎 豬羊變色你是指 那就是道德不好啊 是啊 很多時候是這樣子啊 就被發現了 而且很多時候政府所犯的錯 也會在這個時候發現 對很容易 每年都會出現一次 大概都會在這個時候 你是說什麼星 木心 木心逆行的時候 那今年的木心逆行是 今年的木心逆行會在 很快喔 6月20號就要逆行了 天啊 所以6月20號之後 是整個世界 全世界幾乎都會這樣子 道行律施 如果說是領導人做了一些 不好的事情 不再做了事情就被發現喔 真的喔 領導人很多意思啊 包含什麼行政議長在內啊 什麼都會 任何的領導人都一樣啊 都一樣都一樣 對 除非這個人很有道德 他的道德沒有瑕疵 他做得很好 平常都做得很好 那他不會 因為道行律施一定是 針對那些道德改很差的人 或者是本身沒有道德改的人 可是現在道德感很高的人 都當不了領導人 欸 欸就是 應該是想講很多道德感很高的人 欸 你這話講得好有含義喔 欸 然後接下來呢 接下來我們進去 金星也是不好的 逆行也不好 那但是像火星土星天海明就是雄星 他們逆行會帶來比較好的狀態 那水星無極性 其實水星不能把它判斷說 逆行就一定會變很差 其實不是 是你自己如果被影響的話就不好 所以土星在23號 這個月23號的時候 下午的5點18分開始逆行 然後水星呢會在30號開始逆行 因為6點33分早上喔 然後逆行結...水星的逆行結束呢會在... 就是6月23號才結束 你剛剛講水星逆行是 4月開始嗎 是5月開始 5月30號已經開始了 5月30號喔 對 但不管怎麼講我覺得水星逆行的時候 就你說的嘛 就是他... 就是你看到一些人 沒有腦子的人 比較容易換算錯嘛 對那所以你不要承認自己被水星逆行一講 沒有啊水星逆行 我最常看到就是別人出車禍 是 的確 那不是我沒腦子 所以我們要看到 要跟車上訓說我們不要因為那些不對的人 或者是沒有腦子的人 犯的錯而影響到我們 喔 所以我們自己要注意啦 水星逆行不要把它拿來當藉口 我覺得這是專業學家在當時 非常非常專業學家 我覺得我認為他只是一個新的專家 他搞不清楚這個事情在講什麼 所以他講解的過程當中沒有解釋清楚 那水星逆行其實並不是一個非常 有非常嚴重的問題的形象 因為一年會最近三到四詞很正常的 OK 好 所以呢 花一點點時間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最近可能你聽到其他人在講 你覺得好恐慌喔 五月開始是不是很糟 沒有 是啦 五月是有影響啦 真的嗎 因為五月太陽跟木星會產生九十度角 還是會有影響啦 那這個九十度角會在差不多 二十十五號以後 十號左右了才開始發生了 喔 我怎麼記得黃馮毅老師上次有說 我們接下來一個月算是今年比較好的一個月 哈哈 這是不同的這個不同的這個解釋 喔沒有 他說比較好的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在前面做的什麼事情是很順的 那你就加碼 但如果你到現在覺得他是不順 那你就停 你不要再做了 這個解釋是正確的解釋 我們應該這樣解釋 在這個時候的衝突通常來自於準備與否 你準備的夠好你不會出事 如果你沒有準備好 那你會被這個衝擊影響 因為大多數人是容易被大環境衝擊給影響的 大多數是這樣子嘛 那所以如果你一平常 我們為什麼要講星座運勢 星座運勢其實很多程度上來看 不是要告訴你迷信 只是告訴你說 提醒你自己個性上可能犯什麼錯 對 容易發生什麼事情 或者說我們碰到什麼樣的人犯什麼錯的時候 我們不要被這個事情給影響 我們在台星座運勢其實在講 這樣的一個事情跟個性有關 OK 好那我們就來進入十二星座的五月份的運勢解析 首先我們從五月份的生日星座 金牛座的朋友生日快樂 我們來看看 金牛座這個月來看其實挺不錯 因為至少大上半個月 大上半個月 很多新的東西都會在運作 工作上也是 感情上也是 那既然是新的事情在運作 那這個時候 適時去執行一些新的事情 新的任務是對的 那因為在這個時候今年所做的很多事情 基本上如果你好好做 在後期達到升官發財的目的很高 可能性很高 所以這個月剛好對來說就是一個 你準備好與否 那金牛座通常都是先準備好的人 那平常做很多事情都在準備 所以基本上他沒有太多問題 所以這個月應該過得還不算太差 工作上來看 那我要提到就是工作上有一些新的機會 跟挑戰出現的時候呢 盡量讓自己去試試看 不要覺得說好像自己 這跟平常自己做的不一樣 所以不想去做 那因為這個月有很多事情 是你可以組長的 你可以去掌控的 所以做一些影響去掌控的事情 是很重要的 好那感情的部分 感情也挺不錯 因為感情從這個四月底開始 感情就已經在 就在一個還不錯的狀態 那這個情感狀態 對於單身的人來說是比較好的 那單身的金牛座呢 在這段時間其實可以 讓自己穿著的漂亮一點 讓自己好一點 讓自己可以被注意到 然後呢 甚至於在碰到喜歡對象的時候 要更直接的 更熱情的去追求 會是很適合的 好 再來我們就進入雙子座 好 雙子座在這個月稍微謹慎一點 那可能到了 月底會好一些 但是在這段時間 雙子座來說 有一點點受到一些外在的衝擊 事實上因為今年的運勢 對雙子座來說本來就是不錯的 好那應該有一點逢兇劃急 可是這段時間有點考驗你自己 在做的事 在做工作的過程當中 事前準備與否 那對金牛座的人 平常都在做準備 沒什麼差別 而且金牛座在認真面對事情 都會準備好 可是雙子座不是 雙子座很多 很多我不是說全部 很多的人 因為我們要講大多數 我覺得他每次都在詆毀雙子座 沒有我們要詆毀 因為雙子座有很多很棒的地方 意思說他真的可以不用做準備 這是他很厲害的地方 可是我必須提醒你 這個不錯準備在這個月會出事情 因為這個月很多事情是要你做好準備的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太陽跟木星的衝突 這個時候是跟做好準備有關係 那如果你做好準備 你平常在工作上 你很認真的去面對他的話 這個月你只要認真面對就沒事了 你不認真面對就讓別人覺得你 你不太負責任 所以你並不是說你真的不負責任 而是說你的表現出來 讓別人覺得不負責任的時候 別人會不信任你 包含你的上司 你的其他同事 會變成不信任你 所以這個月你比較需要注意到的是 第一個你有能力去打包票才可以 如果你沒有能力不要隨便 誇下海口 那再來就是你真的得要做好準備 這工作方面的問題 好感情的部分呢 感情來說的話這段時間呢 有一點點曖昧 沒什麼不好 因為雙子座平常都喜歡 蠻喜歡曖昧的 亂家 我沒有說你啊 我說大部分的人啊 天然你詆毀雙子座你 好繼續繼續 可是這個時候 雙子座本來就喜歡有點曖昧 是因為這只是 跟人之間情感的一些交流而已 不要太誤會他 因為很多人都誤會雙子座的人 是不是太花心啊 太渣啊什麼的 其實不是 而是說回頭來講 你要能夠讓雙子座被征服 要靠自己的能力嘛 你要有點智慧嘛 好 所以我要提醒說 雙子座朋友在這段時間上 稍微注意到 有點沒來眼去 開心好玩OK 但是不要太認真 好認真會有問題的 好可怕喔 那你這個最後解讀這句 就是玩完就好的意思嗎 不是不是 沒來眼去就好 沒有要贏完 沒來眼去就好 有曖昧 讓曖昧的情愫 在兩人的眼神當中 所以你可以假裝曖昧啊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先講完金牛雙子 休息一下 帶回來巨蟹座的寶寶們 待會就是巨蟹座的五月份 新式 這個星座的浴室解析囉 今天很開心 禮拜五的一場Get Lucky 是新星王子在那裡 跟我們說 五月份的星座運勢 來我們進入到 巨蟹座的朋友 是 巨蟹座的朋友呢 這段時間其實工作上 有很多新的點子跟想法 趕快拿出來 不要浪費了 而且這段時間 有很多時候是 搞寶真的需要你能力的時候 把這能力盡量的展現出來 所以不要浪費了 不要覺得說自己不敢 什麼不要 這個剛好需要你的時候 趕快展現出來 也不容易 而且 因為其實今年 對於巨蟹座本身 年度運勢來說 本來就很多事情 是需要低調的 可是這段時間呢 跟低調無關 就是你可以把能力 展現出來的時候呢 不妨提供一點 自己的看法跟觀點 很好好不好 那感情部分 感情的話呢 這段時間其實可以 用用別的方法吧 就是很多時候 如果感情到這邊的時候 碰到點瓶頸 因為的確 因為這段時間碰到瓶頸 機率很高 巨蟹喔 對對對 如果碰到點瓶頸 其實也代表說 你可能兩個人 需要做點突破 那透過不同的方式來突破 我覺得是好的 比如說 有些時候不是兩個人去約會 你可以跟同學們 或朋友們去聚餐 一起約會 我覺得這樣也是不錯的 因為有些時候 透過不同的人一起互動 你可以看到這個人 不同的樣貌 我覺得 那也可以了解說 他喜歡什麼話題 或跟什麼人 聊到什麼事情他會很開心 你可以多做一點這方面的了解 也是不錯的 好 那再來就是獅子座的朋友 獅子座的朋友 在這個月來說 我覺得 必須要注意到的事情 比較形象於 你在工作上面 你的表現 那因為這段時間 獅子座的朋友很容易 在表現的過程當中 忽略自己的地位跟立場 還包含自己 要不要做出 那個工作上的 跟相關的負責的行為 那很多時候可能 我不是說他們不負責任 事實上是如果很願意負責 可是有時候 他們可能會忽略自己的責任 你本來是你的責任 要做好這個事情 可是你管到別人前世上了 那這個責任你搞錯了 好 那別人真的不是你的責任 所以你把你自己該做好的責任 做好就可以了 而且這段時間 其實你根本就專注在 你的工作上面的表現 就會增加非常好的狀態 那也會讓別人更認同 你在工作環境當中的地位 所以不是說你自己要幫助別人 我覺得 起碼你自己的工作做好 才是幫助到別人 好那在感情的部分 感情這段時間來說 雅皮子的互動上來看 你要多 真正的要關心到對方 因為這段時間 跟對方的這個月 對方的埋怨會比較多 好那所以你在相處的過程當中 你是不是真切的 從對方的角度出發 看待對方的需要 那如果你可以提供這個需要 是很重要的 再來對方很需要你的擁抱 為什麼這樣講呢 是因為事實上 事實上也需要擁抱 因為事實上今年年度 運勢上來看一直缺乏 被人家相信 或者一直缺乏 跟別人之間良好的互動 那所以這段時間 如果可以跟另外一半 好好的互動 並且好好的相互擁抱 我覺得這個擁抱可以 化解彼此之間的一些 不好的情緒 很重要的 事實上是只有今年 很難被人相信嗎 幹嘛這樣講 事實上事實上 你這樣讓我啞口了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們就跳過這一題 沒有啦 好我們進入到處女座的朋友 處女座的朋友呢 在這個月的表現還不錯 因為前一段時間 他的壓力過大 但是工作的狀況來看 這段時間工作表現突然 得到很多人的協助了 那因為有得到別人的協助 所以在工作上來看 特別的順心 而且可能是突發奇想 一個新的點子 去執行起來就很有成效 所以當時要注意到 很多事情都可能容易 突發變化 突然一個發生變化 所以及早做好準備是必要的 你會講說處女座 是不是要面對準備 當然需要 處女座平時都要做好準備 可是有些時候 太過信誓淡淡的事情 處女座也可能會犯錯 所以這個時間也是要 你過度信誓淡淡的事情 也可能會因為發現 沒做好準備 就造成問題了 所以不能太過於相信 其他人所說的話 要親眼所見 親耳所聞 才能夠去做好你要做的事情 所以不要隨便提醒別人 也是重要的 OK 好 那在感情的部分 感情來說的話呢 這個月還有很多 因為上個月其實很多時候 情感關係 有很多的情緒拉扯 會稍微增加一點 但是這個月的狀況來看 皮子間的互動 會變得非常良好之外 還有 在相互的交流的過程當中 會增加非常多皮子的一些互動 所以可以多聽聽對方的說法 甚至於跟著對方去看對方去哪裡去約會 跟著對方的方向去約會 我覺得會是不錯的 所以不一定要照著自己的方式 做自己的情感或約會的期待 可以滿足對方的期待我覺得是好的 好 再來我們進入天秤座 對 天秤座在這個月來說要稍微注意 因為每年四到五月對天秤座來說 就會產生強烈的不平衡感 這個月不平衡感會特別強烈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在進行很多事情的過程裡頭 你往往發現你被他人忽視 也是重要性 這個事情只是在初期 只是產生不平衡狀態 可是在四月的時候可能比較不平衡而已 到了五月的時候 這個不平衡狀況會拉鋸得非常大 所以隨時可能會突然間暴怒 或因為什麼事情就發了脾氣 所以要稍微注意到 很多事情也許跟你的立場無關 你不要把自己的立場放進去 把自己放進去 一定要在這個環境去 去秤出自己的重量 我覺得沒有必要 很多時候你往自己往後退幾步 這個事情可能跟你沒有關係 或者也就是說 如果碰到很急的事情 一定要比較緩和去處理 是緩則緣嘛 這事情嘛 然後比較碰到一些事情 看起來不需要太急的去處理的時候 稍微注意到 如果跟別人有關 它就是重要的 所以不能太從自己的角度去評估 面對一些處境的過程裡頭 那個處理的過程 你在這段時間在評估的時候 很容易犯錯 所以要記住把這個評估 所以要記住把這個評估 退後幾步去看遠一點的角度 會好一點 OK 好那感情的部分呢 感情這段時間是相互需要的 所以應該要多去表現出你自己 對於幸福感官的維持 那如果跟對方在一起進行什麼事情 很開心 譬如說一塊去吃一頓好吃的東西 或吃冰淇淋吃得很開心 他多吃一幾口沒關係 好 對 對啊 不要怕發胖 對我覺得這段時間是幸福感覺很重要的 那所以同樣的去試處去滿足對方 讓對方感覺到幸福的感覺 也是這個時候聽明書很喜歡做的事情 可是問題來如果對手並不是 那麼配合你的話 你當然不平感又會出現嘛 所以就變成說 你為對方做了很多 就是對方回應不夠 那怎麼辦呢 那你會覺得好像 好像就沒有感覺了嘛 那所以我要注意到的是說 我們剛剛談到的是 要去滿足對方的幸福感 所以你要知道對方平常喜歡什麼事情 那就在這段時間多做這些事情 讓對方感覺到很開心就好了 好 再來我們進入到天蠍座的朋友 天蠍座在這個月 其實開始有點下滑 工作上的狀況下滑 因為其他時間工作狀況都還不錯 而且工作表現還蠻好的 那這段時間有很多的時候 在進行過程當中 要小心彼此之間的距離 那有些時候你可能太靠近了 那稍微拉遠一點 但有些時候你可能太疏離了 所以這段時間是要找到一個平衡點的 那既然是找到平衡點 就告訴你說 在這段時間在互動過程裡頭 不能夠這個事情明明跟你有關 所以你或者是說 那個是你處理的 你不能當作跟你沒關 所以你必須要了解這個事情 就是有一個節奏 有點比較遠的 你要想辦法拉近一點 是其實是 也就是說如果跟同事之間的 互動關係也是這樣 因為這段時間 非常需要靠別人幫忙的 如果你保險那麼疏離的話 別人不願意幫你忙 別人不知道要怎麼幫你的忙 那可是有些時候你要知道 你很任行幫別人解決別人問題的時候 也許你自己分身法術 你解決不了別人的問題 那你出了一些點子 可能會讓別人產生一些 更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那所以你的熱情是對的 在工作上來看 表現出熱情積極是對的 可是如果你真的 要幫別人忙的時候 那就要把這個事情負責到底 不能夠只做到一半 或不管它 聽起來好難掌握 比較難 但是因為天一座本身是比較冷的 比較往後退的 不過因為這段時間 他也很擔心別人會害到他 所以比較會願意出想法 或是願意幫助別人的原因 也是因為可以幫助自己的工作 有比較好的完成 天天座總覺得別人會害他吧 是 但是這段時間 你還是要得要相信你的對手 相信你的同事 不是對手 好那感情的部分呢 感情的部分來探的話呢 這段時間要多在乎對方 隨時要多打電話給對方 多跟對方互動 這是蠻必要的 而且這段時間要禮讓對方 比如對方來 來主導他的約會的環境 或約會的狀況 那或者這段時間都聽聽對方的想法 不一定要太過於表現自己的去感受 那如果相互之間是保持在這個尊重狀態的話 感情關係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單身的話呢 這段時間碰到的對象的機率非常低 那也有可能需要透過別人幫忙介紹 才有機會碰到 喔 所以如果是單身的聽一些 這個月可能會比較悶一點 對 出去交交朋友 或者是請人家幫忙介紹 好 射手座 射手座在這個月其實還蠻勞累的 工作上狀況還蠻多的 那所以變成很多事情 就要更緊急 要回頭啦 不過射手座根本來就不會回頭看 做完了去交出去了 做完就交出去了 他不會回頭檢查嘛 所以問題是問題在這裡 因為你做完去交出去之後 你沒有回頭檢查對不對 你要重做一次 如果發生問題的話 所以這個月比較容易疲於本命 是因為你做完之後沒有再檢查一次 可是你知道射手座的速度很快 那這個月只要做完之後再回頭檢查一次 就會發現問題修正一下就好了 萬一數據有問題 然後你還要去老闆跟老闆報告 然後還要再回來做修正 其實會往來會浪費很多時間 謹慎一點 而且這個月很忙很多事情要做 那對於射手座來說 要能夠做到你剛說的這一點就更難了 蠻辛苦的 對啊 因為他們本來就是比較 就是真的就是 對 好 那射手座的朋友在感情運勢方面 近代不嚴重 感情來看的話呢 這個月很容易產生誤會 那所以代表說 你在平常的行為舉止上就要小心 可能跟別人只是 講話兩件這樣 你眼睛突然間有東西了 就一直扎一直扎 結果被另外一半看到了 就被誤會了 哇所以他這個月就是很多飛來橫火就對 在感情上面 所以要注意一下就是很多事情 所以你當然你要不要隨便跟別人亂眨眼睛 除了眼睛有問題以外 不是 你不要亂跟別人眨眼睛也可能會出事嘛 所以這段時間要稍微注意到 因為必須要比較光明正大去處理情感關係 但是要稍微注意到很多事情會產生誤會 所以你自己要解釋清楚 好 不要不解釋 你會覺得沒什麼 我沒有做錯什麼 我幹嘛要解釋 解釋 有時候我覺得 你知道我也有朋友就是 當然我以前也會這樣 有的時候我們碰到一些事就覺得 這有什麼好解釋的 可是我應該這樣講喔 我後來都一直覺得 就是我只在意 就我可能是一個很懶的解釋人 但是我在意 我所在意的人的感受 對 那我就會去跟他解釋 那對於那些我根本不在意你們 你們要怎麼想我我都無所謂的 那我就不需要解釋 對 因為我不在意你怎麼想我啊 是 所以我覺得其實就掌握這個原則 也就沒有這麼累了 對 好 再來我們看看摩羯座 摩羯座呢 在這個月來說 狀況還挺好的 因為工作表現開始 欸 逐漸沒看到 因為上個月其實有點悶 這個月開始狀況來看 做的還不錯 做的蠻好的 那所以要記住 表現出的東西是檯面上的 因為摩羯座很多時候 在為了達到一個目的 他可能會有點不擇手段 但是不擇手段的過程 對他說有些是無傷大雅的 但是這個禮拜 這個月 對不起這個月的無傷大雅 可能會讓別人覺得 你在私底下運作 你對一旦 你一旦 你一旦在讓別人敢遇到 你在私底下運作的時候呢 別人對你來說來看 就會產生排斥感 所以而且你就會 就會覺得他在外面 就會說說你 可能有點問題什麼的 所以這個月本來 對於摩羯座來說 做事情光明正大 好好做 表現在外面 自己會的做好 就沒問題了啊 今天會非常好啊 成績會很好啊 所以你要注意到一些小小的 一些手段 或者一些小小的事情 不要以為說 你有做話劇 沒有人會發現 這段時間很容易被看到 所以這個稍微避免一下 會是比較安全一點的 好 那感情的部分呢 感情挺好的 因為這段時間走正桃花 那四月底開始 就已經非常明顯了 所以讓自己多去打扮好 穿著的漂亮一些 然後吸引不同的 吸引對方嘛 那當然是 那如果跟對方在一起相處 熱情積極 我覺得沒問題 更體貼更照顧對方 要活潑一點 但是如果單身的話呢 這段時間其實 正桃花其實很高 你知道你在講什麼嗎 我知道 你剛剛 你剛剛叫摩羯座活潑一點 我知道很難做 還是要告訴你啊 要活潑一點啊 你知道我很會抓 keyword 比如說 叫射手座要稍微想一下 很難啊 你這都完全都是在講一些不可能的事情嘛 可是你知道為什麼 我們要講的這個事情就告訴你說 如果你不這麼做 你的情感關係只能生變嘛 所以這段時間要稍微注意到 還是要提醒你 知道你不見得做得到 但王子還是必須要盡到提醒的責任 不要再去釣蝦場釣蝦了 為什麼是釣蝦場釣蝦 很多摩羯座都喜歡去釣蝦場嗎 很多摩羯座人約會都去釣蝦場釣蝦 真的假的 很多 為什麼那麼奇怪 我有一次連續聽了大概五個 跟摩羯座人約會的人 跟我講他們就喜歡釣蝦 不是釣蝦是釣魚 這就是很無聊的行 那個約會的模式 然後他們都照著那個模式去約會 我跟你講真的沒有太多女生喜歡釣蝦 這件事情 我們可能很喜歡吃蝦 而且我們喜歡人家幫我們剝好 但是我們沒有喜歡釣蝦這件事情 或者說也不要讓別人看你去種花好不好 好吧 那就是不要去釣蝦場釣蝦當約會 這件事情提醒一下摩羯座的朋友 對找一些新的環境約會 熱情一點 熱情一點 好玩一點 實在太好笑 好來我們這個真的太好笑 水瓶座的朋友 水瓶座的朋友 這個月來看做好準備還是很必要的 因為其實今年年度運勢的時候 水瓶座是還蠻好的 蠻旺的 但是這個月有點付費受敵 那付費受敵就是說 你在做很多事情的過程裡頭 你要稍微注意到 你的立場到底在什麼地方 你要去做好什麼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 你要真的做好準備 是代表跟實力有關 還有一個你自己的 你自己有很多事情是要 掌握好你的人脈 那很多事情如果出現狀況的時候 你先別慌 因為這個事情搞不好是 可以找到人來幫你處理問題的 所以你平常跟他人互動的良善 當然很重要 還好因為水瓶座其實很容易 跟別人表現出良好的狀態 比較沒什麼問題 所以這個月可以在工作上面 尋求他人協助的時候 趕快用心的去找別人來幫忙你 協助你是必要的 那感情部分呢 感情來看的話呢 雖然時間 情緒上的不穩定比較多 所以有些時候說話 會稍微堅酸刻薄一點 要稍微控制一下這個事情 因為水瓶座其實講話 本來就不太客氣 水瓶座什麼時候沒有堅酸刻薄過了 可是我也必須告訴其他星座朋友 你要了解水瓶座 當水瓶座講話 稍微有點在諷刺你的時候 其實他是喜歡你才會這麼做 他如果對你不屑於故 他不會諷刺你 他覺得很無聊 跟你講話就跟你白搭 不想跟你講話的樣子 這水瓶座有趣的地方是 故意調侃你 代表他真的喜歡你 很喜歡看你的反應 這水瓶座很奇怪的怪癖 那到底這個月 如果是單身有曖昧對象的水瓶座 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嗎 到月底才比較有機會 真的喔 我有一個好水瓶座閨蜜 一直曖昧一直曖昧 我們在旁邊都覺得 哎呀好煩喔 你們就趕快就 就在一起就算了 不過這個月如果是舊式 可以在一起喔 真的假的 他就是舊式 那還不錯 加把勁好不好 真的嗎 我覺得可以進行 如果是舊式的話可以 因為好不容易有一個起點關係可以發展 你放過就沒了 你不要這樣子 蛤什麼話 我希望我的閨蜜沒有在聽這一段 我的水瓶座閨蜜 我今天有幫你問呢 好那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 到雙魚座王子的星座喔 來我的一堂 Get Lucky 你現在開車開到哪裡了呢 有在塞車當中嗎 那剛剛我們前面已經講了 十二星座當中 十個星座 五月份的星座運勢解析 反正大家開車的時候 就仔細聽一下 你這個車上一定不止你一個 搞不好車上有四個星座 大家聽聽 很好 來我們就進入到雙魚座 雙魚座朋友在 五月份 這個月還好多了 因為 狀況來看舒緩一些 因為雙魚座其實 前段時間就白忙很 很容易白忙 常忙一些沒有 不知道該做什麼事 再白忙一場 忙了很多事情 不能再會白忙一場 就說忙了很多事 那也許看起來像白忙 可是我覺得雙魚座今年年度來看 本來就是 很多事情看起來在忙 不知道在做什麼 但這件事情在未來都會有幫助 所以這個月讓自己可以 順著好的工作節奏 再多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那今年可以多進行一些不同的 一些事情的一些經營 也許這未來會有幫助 那所以這個月工作的速度來看 狀況還不錯 然後做的事情的效率呢 也都挺高的 那所以趕快加速去完成 不要偷偷拉拉 那因為雙魚座不是偷偷拉 是很容易分心 那這個月當然 也容易有點分析狀況 所以你自己在要注意到 自己分析一下 趕快把自己拉回來 趕快把這個順著試 趕快把它完成 而且這月工作效率 我剛剛講過 真的還蠻不錯的 別浪費了 所以工作上來看進去 那你最近有在忙什麼嗎 我真的不知道在忙什麼 但我忙了很久 我連Clubhouse有一個月也沒上去耶 沒有那是因為他已經退燒了啦 我幾乎耶 也不是退燒問題啦 還是我們在那邊啦 而且他現在要開始出現獎勵啊 因為就大家都不上去了啊 因為我就忙到沒有時間去做這件事情 好來繼續 那感情來說的話 感情來說 雙色的朋友 這段時間很適合出去好好的散散心 然後其實去不同的環境去約會是好的 那雙魚座蠻喜歡去 去嘗試一些新的一些約會的環境嘛 有一段時間其實還可以到不同的地方去走走 比如不同的城鎮 或者去吃不同的東西 或是以前沒吃過的地方 或是網路行銷 或是網路上面的名店 去看看去走走 如果真的被騙你就算了嘛 有些時候很多雷 是網路上的雷很多啊 對不對沒關係 但是重點是跟對方在一起的感覺 這個互動是蠻必要的 因為這段時間 其實在相互的聊天的過程當中 雙魚座要多說出自己一些看法跟講法 那把這個看法跟想法說出來之後呢 對方才會比較明白 你其實你在想些什麼事情 不然老是不說會很悶 悶在心裡面 那你自己很悶也覺得對方不瞭解你 好 再來我們就來看看白羊座 白羊座朋友呢 在這個月工作上的效能 應該講說工作狀況來看 是持續在穩定狀態 可是白羊座並不是一個喜歡穩定 他喜歡新的事情 喜歡刺激一點 喜歡好玩一點 可是這個月不行 這個月很多事情是 你沒有做完就不行 他就要做完 所以你得按部就班把它完成 但是因為白羊座的速度很快 動作做得很好 動作很快 所以只要你按部就班完成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月重點在按部就班 你只要一步一步做就會做完了 很快就做完了 所以你不要覺得說這個事情好像要拖很久 其實不會 因為依照白羊座做事的那種動能來看 其實只要一執行很快就會完成 所以效能來看 因為你只要執行開始你按部就班去完成 事情都一個一個完成好了 所以得到的成效非常高 所以這個月工作成效效率是非常高的 好那感情的部分呢 感情的話這段時間其實是 也是維持情感的熱度的 尤其前段時間情感關係的 那種熱情的狀況呢 控制還不錯 所以這個月是維持這個熱度就好了 所以做自己很喜歡去進行的事情 是因為覺得可以帶來幸福的感覺 那就盡量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這個月呢 當然就可以增加很多好的一些表現 我看到我的那個主管經紀人 我看到了 沈云聰先生 對 所以這個月對白羊座來說呢 我覺得感情關係啊 也就是我講那麼多 其實就是講一件事情 做你想去做的事情 你開心的事情 你覺得很幸福的事情 多去盡情吃好吃的 好玩好玩的 就這樣子 好吧 OK好 那剛剛這一段我們就送給林山羽小姐 白羊座 剛剛有人說摩羯座是山羽 山羽不是喔 摩羯座是這個 山羽是 山羽是白羊座 白羊座 好那我們所有星座都講完了 休息一下回來 我們還有一點點時間 我今天又要來給王子 大考驗 你知道我常常都會 就突然間呢 就丟一個東西給他 那反正我知道 新王子什麼東西都不用準備 你雙子座呀你 也不是這樣 因為我們事先做很多準備 等一下呢 我想要來問他 因為最近有一首歌 我自己呢 天天聽喔 你可以想一下 因為我很想知道 就是到底什麼樣的男生的星座 甘心被騙 這意思嗎 因為他裡面就說他甘心被騙嘛 我來看一下 沒有條件的要被騙對不對 對他講說呢 我講重點 我覺得 我覺得很有趣的重點 他說我很好騙 只需要動用幾滴眼淚 就幾滴眼淚就可以騙到的一個男生 然後而且他說 就會深陷才剛剛掙脫的那場夢魘 也就是說他可能才剛剛從另外一個 一個感情當中 這個脫離 可是呢 又碰到一個 嗯 所以他在我說這個人 對 他很容易再進到情感關係當中 對 不會覺得說因為前段時間情感受傷了 然後現在就會害怕 對 他願意再加再繼續對不對 對 笨到幾點 再爛的謊言都視而不見 我根本就活該被騙 嗯 活該被騙 然後呢 對愛太渴望就變成了死穴 所有防備都防不了孤單的侵略 隨便一個誰我就迫不及待又掏心掏肺 對 難道我已經寂寞到渴望被騙 嗯哼 雙魚座嘛 根本就雙魚座你知道嗎 我聽這首歌我就覺得 都不好意思 就臉都遮住了 不想讓別人發現我們在哪裡 是不是 如果這樣的一個男生讓你來想 很明顯啊 很明顯十二星座裡面 我們來講前三個有可能會這樣的星座 其實應該講說 雙魚座是一個很容易讓別人覺得他很好騙的星座 嗯 那但是雙魚座並不是不知道自己要被騙 可是他寧願相信你沒有騙他 很奇怪的邏輯對不對 就自己活在自己的象牙塔裡面 也不能 是啦 的確是一個象牙塔 就是他很習慣 不能講習慣 他希望他願意相信你 那他也願意相信你 可是他到最後才發現說 自己從來都沒有被人家好好對待過 從來被人家騙 所以你說這個雙魚座是不分男女嗎 呃女生比較不會這樣 真的假的 男生比較明顯 男女還是有差別的 女生比較不會 女生的被騙通常是 回頭來看他自己被騙 是他自己騙自己 那那個騙自己是 那個騙自己跟男生的騙自己不太一樣 男生在當下就已經先看到了 女生沒有那麼笨 男生比較笨 對在這個情感上的狀況來看 所以 所以 真的是雙魚座的男生 這就在 比較明顯 就在描寫雙魚座的男生 就是好人排通常都會發給雙魚座 喔 我們以前都當水電工的 你也是嗎 我常常當水電工 你也曾經有過這樣的一段時間 嗯 常會啊 可是我覺得這很重要 因為 我常常認為 因為我們最怕的是什麼 你知道 我最怕是到一個40歲的來跟我講說 我的真命天使在哪裡 然後問他談過戀愛有沒有的時候 他說完全沒有 那我就 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說了 因為 對我們來說其實常常被騙 可是我們在情感關係上面 得到了很多的建立嘛 那你在沒有意義的情感關係當中 談了很多 其實也是杜掉一些不好的緣分 那你杜掉這些不好的緣分的時候 你也會增加自己談戀愛的能力跟技巧啊 那事實上你也更懂得 怎麼去面對情感關係嘛 所以我認為雙魚座人在很多時候 他因為嘗試接受人性 嗯 那接受人性對於雙魚座本身就是這輩子的考驗 因為 雙魚座是一個老靈魂 說到這個雙魚座都還都在 不斷的在雙魚座輪迴 這在一起的秘密 嗯 很早在講這個事情 雙魚座是 你到雙魚座之後呢 就代表說你在這邊是要去經歷 雙魚座最後的考驗 嗯 那這個考驗才讓你靈魂跟肉體分開 你的靈魂才能到另外一個階段去 嗯 所以其他星座人並不代表說 那我現在是雙魚座的 那我還要拖好久才會到雙魚座對不對 其實不是 有的時候雙魚座到這邊的考驗 如果沒有完成之後呢 下一輩子會進到前面另外一個星座 因為你在那個星座沒有完成好 才會再回來這個星座 嗯 回到那個星座比如回到雙魚座 可能你下一輩子再回到雙魚座 歷練完了 你就可以達到另外一個境界了 所以這雙魚座 這是在音學上很特殊的秘密 我真的聽不懂 怎麼會 我講得很不清楚嗎 對啊 就是意思是大家都要經過雙魚座嗎 事實上星座是一個輪迴性 白羊座是最簡單的 我這輩子都不想要進入到雙魚座 沒有沒有 你一定會進入雙魚座的 雙魚座的個性是前面所有星座的中和 它可以變白羊座 可以變雙魚座 可以變獅子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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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以隨便變 因為它每一個星座 它都經歷過才會變成雙魚座 好我們就來聽一首 就是我們今天在講的 因為這首歌我最近真的聽太多 我一直在想這就是雙魚座嗎 不可能別的星座 我一定要來問一下星星王子 果然就是雙魚 雙魚男之歌 都離我車我很好騙 聽一下歌是不是在講你 等一下回來我們再聊 沒有要回來了 沒有要回來了 我真的 好 好 那麼我們今天節目就在這首歌 當中要跟大家說拜拜 對 這首歌呢 動力火車的很好騙 送給我們今天最後的這個小主題 就是雙魚座浪漫的男子 很容易被騙的男子 想被騙 那今天呢 因為本尊也就出來這裡 雙魚座的星星王子 我們想被騙想被騙 好不好 非常感謝大家今天的收聽喔 今天開始有連續三天的假期 希望大家這三天都過得非常愉快 不過呢因為現在疫情還是有一點緊繃 所以大家在外出遊玩的時候還是要注意一下 謝謝星王子 謝謝大家 我們下禮拜一早上同一時間 生活同樂會 九點到十一點 空中相會 拜拜 兩天 我們下午 集中 光臨 這次 外表 兩天 都